请你跟我这样过 金针菇 地瓜 花盐酸菜 花盐酸菜 我爱吃的 都是你爱吃的 毛豆台湾出产 销出去外销 它是一个很大的产值 毛豆想象不到 所以跟膳食纤维有什么关系 那正确的解答是什么 韩老师 其实毛豆是最高的 毛豆最高 怎么可能 藏鲜不足会离来 补纤维有妙招 你要每一餐里面 至少有两种膳食纤维来源 什么叫两种 第一个 蔬菜类对不对 所以你那一餐可能有一盘 不管空心菜 或花椰菜或什么都好 另外一个是 你的主食或油 也要有一款是膳食纤维来源 比如说什么时候呢 主食或油 那这种没有加糖的 对 没有加糖的 那个好一点点 因为那个鸡巴汁 算是比较最新的产品 他有拿到那种小绿人的标杂 不是 他也没有什么纤维 他有告诉你 可以排除体内的粪便 可以减乏血脂肪跟血糖的吸收 他是有拿到小绿人的 肠健康人不老 股纤维别再走冤枉路 专家今天一次教会你 今天针对这个纤维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出来啦 肠纤不足小纤维离癌症 纤维跟癌症 其实是有点息息相关的事情 真的 好 补充膳维的确是有妙招的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题目 我们来靠大家的观念正不正确 好 来 第一道 好 来 第一道 多吃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瘦肚子吗 瘦肚子 增加蠕动 千千差 差两位 一家你想了很久 一家你是怎么办 手很重 举不起来 就思考了一下 因为膳食纤维其实本来就不会流 他是会带 帮你把一些脏东西代谢掉 可是瘦肚子 这是减肥的事情吧 对啊 但是你会排得顺便排一排的 你就整个瘦两个星 你身体本来该清掉的东西清掉 不代表你瘦 可是有些人便秘啊 肚子就是清不掉啊 肚子纤维就可以让他瘦了 那你一举圈吧 你要换了吗 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已经便秘了十米 我们一直排不掉 可是可能因为我本身没有便秘的困扰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是防妆 很好 有没有听到后面一排的 你吼吼吼 那可以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你没有吃膳食纤维 然后也没有便秘 我有吃膳食纤维 因为我本身是吃蔬果的人比较多 我本身就比较健康 算你这一挂 你看我们这身材就知道了 好 下一位来 没有 我觉得刚刚那个唱平哥就已经讲到啦 因为你多吃膳食纤维 它可以增加那个乳动 然后可以排便 那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减肥的东西 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排速便 因为所谓很多的酵素 都是为了在就是排不掉啊 所以我觉得都排掉了 那当然可以瘦啊 为什么不能瘦 漂亮 所以你有时候要瘦小腹 就是靠这个对不对 稍微吃一下酵素 我天生没小腹 太过分了 那个没有素便 这个没小腹 那我换到我 我要讲什么 那我要讲什么 你想一下 我个人觉得膳食纤维 因为它没有脂肪 所以它不会囤积在肚子里 然后它又像青道夫妍 会把你那些素便 脏的东西通通都排出去 所以相对的 它一定就是会让你瘦肚子 那我呢 就是天生有便秘的人 天生有小腹的人 天生有小腹没有 小腹没有 小腹没有 有肚子啊没有小腹 对对对 所以呢 所以我一排就瘦 因为很认真的吃膳食纤维 你曾经想过要多吃一点 然后你病病就解除掉吗 我后来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多吃一点 所以干脆就吃软便剂 好吗 对 干脆吃软便剂 因为这样的话就解决掉 第一个我就 它就会固定 每天早上起床就会顺畅 这样子 对然后我也不用那么强迫的 逼自己吃那么多的疏口 你知道吗 说到头就是你不爱吃书 不爱啦 我不爱吃绿色的蔬菜 好来 所以到底呢 多吃膳食纤维的食物 跟瘦肚子有等候性吗 这个答案呢 我想给一个三角形 哎呦 不一定吗 就是对也错 怎么说呢 重点在于你吃膳食纤维的时候 你是从什么样的食物 获得膳食纤维的 因为呢 现在很多女生得到膳食纤维 比如说她可能是 她说我的全麦面包啊 全麦面包膳食纤维很多 对不对 问题是很多全麦面包膳食纤维多 油也多 所以像这一款的吃多的 我想你不会瘦肚子 但是如果你是天然的 高膳食纤维的东西 确实可以瘦肚子 它有两个效果帮你瘦肚子 第一个呢 就是增加饱足感 让你瘦肚子 因为如果你先开始吃膳食纤维高 你把它改变饮食的顺序 我先吃蔬菜 让它膳食纤维高 先把肚子填饱之后 你歇下来的肉啊 或者主食你就吃的比较少 所以他们研究发现 如果你是在正餐开始前 30分钟 你会先吃一些高膳食纤维的东西 事实上你会减少热量的摄取 第二个 为什么会光是肚子这个部分的强调呢 因为你发现有一种膳食纤维 叫做水溶性膳食纤维 其实我们刚刚讲 粗纤维那一类的东西 很多人都知道 可能帮助便秘的缓解 或帮助还变有效 可是水溶性膳食纤维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会认为 跟我们一些代谢症候群是有关的 所以当它呢 第一个 让你吃东西之后 血糖不会那么快的升高 第二个 它可以让你身体的发炎的情况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它对瘦肚子是有帮助的 所以吃对膳食纤维食物 才可以瘦肚子 吃错膳食纤维食物 肚子一样那么大 那重点就来了 就算你吃对了 你知道你吃的量够不够吗 对 这个是重点啊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会不够吧 因为我觉得我在 比如说好 如果来上通告 或者是我觉得在棚里面 因为棚通常都是在一个 算是交通还算发达的地方 那有时候拍戏真的就是在那个深山中 那真的没办法 那我真的没办法 那我真的没办法 你只能啃树皮了 对总的要生什么东西 也是赛石纤维 赛石纤维好足啊 听起来好足啊 我们在都市里面叫便当 这个菜还可以四样五样的 你在深圳有深圳便当来 里面就一个排骨 然后就一样菜 其他都是腌辣萝卜 而且通常都腌的 手酸菜 梅干菜 都这些 我就觉得很难啊 可是从小我们家是 不一样 我觉得刚刚那个 苏星姐讲的实在太好了 因为我妈呢煮饭的习惯就是 先炒一盘菜 就先放在餐桌上 那我们开始闻到味道 就开始肚子饿了 可是其他菜还没弄好啊 所以我们就会很饿 但也只有青菜 你就会夹夹夹夹夹夹夹 这个方法 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会做 可能中间有鱼啊 或什么蛋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等到最后一道 那个菜也吃得差不多 所以我妈又会再炒一盘 绿色的青菜 所以其实每一餐 我们家都会有两盘 你的膳食纤维的量 应该就不用说 因为不够的啊 非常不够 有软便器过吗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 我个人不是很爱吃那种蔬果 那再加上 因为我一个人回来台北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会去外食 因为不可能自己去动一桌菜嘛 第一个就不太会 第二个也吃不了那么多 那你去外面买的时候 你可能叫一个馄饨汤 他可能就几片蔬菜啊 可是这样一碗我吃就饱了啊 我不可能再去叫别的菜啊 不是 你可以叫老板娘说 可不可以多撒两把芹菜 不是 不是 你为什么不叫青菜 你为什么不能叫青菜豆腐汤之类的 因为不喜欢啊 因为不喜欢啊 太夸了 因为它是开麻辣火锅的 它的口味一定要够 对 要重一点 是不是 但是真正上司纖维 最够的是宜家 因为其实我们家本身 因为我爸爸本身吃素 所以你被逼的 也没有 因为所以变成我从小养成我们家 其实肉食摄取本来就反而比较不多 我们一定就是先吃蔬菜或什么 而且我自己本身从小就很爱吃水果 所以我是可以不吃饭 可是我一定要吃青菜跟水果的人 所以你这是有那个天命的感觉 你绝对要出家的那个冲动 而且我是那种像比如说出去拍戏或干嘛 直到会去深山或干嘛 我是那种只要到住宿的地方 一定旁边会有便利店或什么的 我都会买一袋苹果 就买一袋 可能一次一袋有四颗或六颗 我就每天早上 就当一颗苹果当早餐吃 还有医生有礼物 对 我是每天都会这样吃的人 但是总量呢 它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方向是 你吃的量要够 但是你吃的东西对不对 每样东西它的纤维的含量 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才有摆了四种东西